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个礼拜都很安静 过不多久 有三个年轻人 开始喜欢在附近 踢这个所有的垃圾桶 这个老人受不了 受不了这三个年轻人 因为踢垃圾桶 所发出的声音 就要出去和他们谈判 这几个年轻人 他们玩得很开心 踢垃圾桶 老人温和地对这三位年轻人说 我喜欢看你们 这种表达 热情跟欢乐的这种方式 我年轻的时候 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如果你们每天都过来踢垃圾桶 我就给你们一块钱 这三个年轻人很高兴 开玩笑 踢垃圾桶还可以领钱 好啊 于是他们隔天就如约地 来使劲地踢所有的垃圾桶 踢完后 老人也横手信用 给他们一块钱 后来这三位年轻人 继续踢了三天 老人就面带愁容地去找他们说 年轻人啊 因为最近这个经济 通货膨胀 减少了我的收入 所以啊 从今天开始呢 我只能够给你们 每个人五毛钱 眼前的三个年轻人 制造噪音 踢垃圾桶啊 他们开始有点不太开心啊 可是还是接受老人的五毛钱 每天来这儿踢垃圾桶 又踢了一个礼拜之后 老人又面带愁容 去找他们说 哎呀 你们瞧瞧 我最近呢 都没收到这个养老金的支票 所以呢 我现在 本来给五毛嘛 现在可能只能够 给 给你们 两脚五分 不晓得你们是否还愿意来踢垃圾桶 有一个年轻人就大叫说 什么 只有两脚五分 你以为我们会为了区区的两脚五分 浪费我们的时间 在这儿踢垃圾桶吗 不成 我们不干了 哎呀 从此以后呢 这个老人就过着 他安养天年 特别那个安是安静的安啊 温柔的说服 往往比粗暴的抵抗 更有力量 曾经是重量级拳王冠军的 包勃废斯门斯 他常常告诉弟子说 拳王拳王 你要记得最重要的是 尽量出拳 击打对方的身体 可是呢 记住 千万不要跟他生气 因为生气 会干扰你的注意力 和判断力 美国第三任总统 杰弗逊 他也说一句名言 是你我很熟悉的 就是生气的时候 最好能够从一数到十 杰弗逊说 生气的时候 从一数到十 倘若你仍旧愤怒不已 则从一数到一百 让自己学会 让自己学会延缓愤怒 学会控制脾气 到最后 就能够完全消除 异怒的毛病 我亲的朋友 曾经有位长者 送我一句话说 成熟 是端视于你面对环境 刺激时的反应 期盼你我都是成熟的人 我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